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原本那一份练习 F1MAC6 的第二面来的 这个第七跟第九题 我之前还没有给的 现在我要跟你讨论一下答案了 你可以当一个参考 将来做 把它写下去了 它之前的 其他的我们做了的 你看一下 左手边我们要把有H的搬去左手边 一样哦 这个它前面没有写 就是加来的 搬过去变减3H 这里呢 减2写回 加1搬过去变成减1 看到吗 左手边我们做出来 6H减了3H还有3H 右手边呢 减2减1就是减3 OK 所以现在乘3搬过来 被除 就是这样罢了 所以你看这个是减3除3 减1答案了 OK 这个有挂弧就要开挂弧 对不对 沉进去写 然后这边写下来 Y减5 这边是3乘39 减写回咯 因为这个挂弧前面都没有减 所以我们可以照草的里面的加减 3乘2Y就是 3乘2Y是这样啊 326Y写回 这样罢了 所以是6Y 看到吗 OK 所以现在要做什么啊 现在要把有Y的放一边咯 减6Y搬过来加6Y 这边是9 减5搬过来加5咯 加减9错 你跟我讲啊 有时候我讲太快 我也是一下子会看错 所以1个Y加6个Y 就是7个Y 9加5就是 14 现在把7搬过来 要怎样啊 阿星 出7 OK 所以 14出7 12完成 这个东西不要忘记啊 开学的话 如果你还不会 你想象一下 我们要重做这个东西 累不累 你讲累不累 显不显 学会它 不要在开学的时候 又要来重复 很显的 我跟你讲 我们一次过学会它 OK OK啊 所以只有这两题 对不对其他 应该我们讨论了 OK啊 所以你需要更长时间 你pause一下啊 我要往后移了 如果你真的是 要学会 你忘记了什么 你看回之前的video 我全部放在Google Classroom了 你知道吗 即使是我们上课的 我又录起来 它的recorded lesson 我已经放上Google Classroom了 所以这个part 搞清楚它 我们不开学 不要再见到它了 OK OK 好 现在我们看 这一份指的 第一 你看第三面 我们错了 OK 第四面 我们看一下第四面 有多一点点东西了 第四面 我要你注意一个东西 这一个 Persamaan Linear 你记得 就是不可以有 小二 小三 不可以有 或者是它在下面的 不可以有 OK 你不可以看到 小二小三就对了 好像这个 肯定不是Linear了 这是Linear的意思 马来文 英文都叫Linear OK 记得写下来这个笔记 接着 两个Pombole Uba 它问你 是不是两个Pombole Uba 两个Variables 就是两个 变数 这个啊 变数就是A到Z那种 你知道吗 变数 就是ABCD那种 ABC的那种笔号 这种 如果它只有一个变数 就是One variable Satu Pombole Uba 如果它有A B 有两个 就是不一样的 就是叫两个 如果它左边又有A 右边又有A 那个是几个变数啊 还是一个变数 明白我讲什么吗 注意听啊 阿星啊 如果呢 它的整句里面 等于的左边 又有X 右边又有X 这样它算是几个变数啊 算是一个 因为同样是X啊 知道吗 什么时候是两个变数啊 比如说 又有X 又有Y 有A 又有B 不一定要送着去的啊 它可以是一个是X 一个是P 也是可以的 两个变数 就是两个不一样的 好 现在我们要 它要我们确认 它是不是Linear 它有两个条件 一就是还有Linear 你不可以看到 有小二小三 或者是在分母 然后第二个条件 就是要有两个变数 OK 所以这个是考试 有时候它会问你的 它要你找出Linear 一个变数 或者是Linear 两个变数 你就要找那些句子出来 这个是不是啊 你看 有小二小三吗 没有哦 它是Linear 它的ABC有两个吗 一个两个 有啊 这个是我们要求 它有达到我们的要求 OK 这一个 有小二小三吗 没有哦 Linear来得对 它有没有两个变数啊 有 两个Variable OK 有小二小三吗 有哦 不是了 已经不是Linear了 这个不是Linear 它是Non-Linear D-D-Linear 不干Linear 应该讲 OK 它的变数确实是两个啦 一个X一个Y 可是它已经不是Linear了 它达不到我们的要求了 明白哦 OK 再往下看啊 这个你 那也没有印出来的 你没有交到上来的话 不要紧 刚才那些要写的 你要交到上来 OK 大家 这个Linear吗 没有小二小三 对不对 两个变数 对哦 一个G 一个H 看到吗 是 Linear吗 有小二小三吗 没有小二小三 呃 可以对 就是这样啊 可以吗 OK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写了 现在它叫我们 Bentuk per Saman Linear Form a Linear Equation 然后它们会有两个 Variable 里面会有两个变数啊 Third Linear Equation啊 所以我们来try一下 OK 这个第一题啊 OK 这个你要写出来 So Lydia Lidia她X岁 Sera Y岁 OK Lidia X岁 Sera是Y岁 年龄啦 然后它还要给一个资料 就是哦 Umo Lidia Ajum la Umo Lidia dan Satu per Empat Umo Sarah 是30 The sum of 记得英文啦 The sum of 就是总共啊 总共 就是加起来 对不对 总共呢 Lidia的年龄 加Sera的四分之一 One quarter 是四分之一 Satu per Empat 是四分之一的意思 你可以自己记录起来 Sera的四分之一的年龄 跟Lidia的全部年龄 总共呢 是30岁 So Lydia 我要整个放进去 对不对 她讲Lidia的年龄 加Sera的四分一 我要怎样写啊 Sera是Y岁 对不对 她的四分一就是 四分一Y咯 看到吗 等于她们总共是 30岁 完成 这样也可以 分数呢 可以这样的 你可以把Y写上面 一层Y 因为上面是层嘛 一层Y等于Y啊 把这个四写下面 也是可以的 也可以 你喜欢 Ola 我写两个都可以 OK 需要更长的时间 抄的话 你pause一下 我要拆掉先 我移动去下面 OK 好 我们再看 这个 第二 第三 第四 OK 第二题 她说 这我们一起做 你不用担心 我们一起做 Perimeter 13 Dalam Raja Disabla 她的Perimeter 是 这个是什么字了 这个是 周长 她的周长 是32CM OK 所以 我们就这样 我们就这样写出来 周长是32 周长就是这样 三个边 加完起来 对吗 就是32 所以你写到完咯 15 加 这边 4X CM 请你不要写 OK 大家 单位不要乱乱写 老师会给扣分 尤其是有Algebra 题目 单位不要写下去 OK 然后 再加另外一个边 2Y加1 这一个边 其实还有挂弧啦 不过加法的挂弧 可以直接开掉 不用管它了 如果是减法 那个挂弧 你就一定要挂上去 如果是加法 挂弧 可以直接开掉了 OK 等于它们总共是32 三个边加起来32 是不是 OK 写完了啦 对了 这种你要写 你要做出来 你看到有的做吗 15是不是可以加1 在这边 看到吗 写出来 OK 所以 可能我写 OK 我写了4X跟2Y 先了 4X 加2Y 加15加1是16 对不对 OK 至少呢 号码你要放在一起 4X跟2Y是没有的做了的 可是 这个加16可以搬过来 变成减16 所以 我要写成这样 这里照抄 32-16等于16 这一句才是完整的 这一句 完了 明白吗 OK 你就是 如果做出来呢 还有的做 你就要做掉 给它说短一点 有你看到几个X的东西 加在一起 有几个Y的 放在一起 有号码的 放在一起 OK 我要擦掉了 你需要更长的时间的话 你要pause 因为它占了 我的第三题的位置 OK 来第三题 Dindy Jack 和Kuma OK Jack跟Kuma的高度 各自是X 还有Y CM OK So Jack是XCM Kuma是YCM 英文也是 这样你会看 respectively 就是各自 各 各啦 不是各自 是各 所以Jack是X Kuma是Y OK Kuma高过Jack 5CM 我要怎样写啊 Kuma高过Jack 5CM啊 就是讲Kuma Kuma是Y 对不对 是Jack在 Jack的 Jack是X哦 要再加多5 才跟Kuma 一样高 你看到吗 啊 这个是Jack吗 Jack加多5CM 才跟Kuma 一样高 因为它讲Kuma 高过Jack 5CM 你这样写也可以 还有个方法啊 Kuma高过Jack 5CM 就是讲Kuma 减5 就等于Jack 也对 可以哦 你明白 你看其实是一样的 加5帮过去 左边减5 对不对 是一样的 OK啊 第四题啊 HARGA BAGI LIMA CHAOWAN COPY 5杯咖啡 还有3包 NASILAMA 45块 这个他没有给我们 XYZ 我们自己放啦 假设 我们放 COPY 4X 加钱 OK NASILAMA 价钱是Y 这样的话 5杯咖啡就5X 是吗 加 3包NASILAMA 就3Y咯 总共价钱是 15块 完成 看到吗 OK 就是这样了 这样整句啊 OK 接下来啊 他要我们这样写 这个你一定要学会写的 他通常这个题目是A题目 然后B题目呢 他叫我们再继续做了 填下去了 OK 我擦掉了啊 我们下个video 再继续啊 这次我忘了 上车是 you know 我忘了 你 我忘了 旅行 这次我忘了